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觉得我们像是一个过渡的阶段 而我们也是一个断层的阶段 那对于福州话 我其实也是在我的一个青少年时期才渐渐地开始使用 因为其实在小时候从出生开始父母都希望福州话不会影响到我们讲普通话的口音 所以我们小时候家里会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家里的每一位长辈都在讲福州话 但是唯独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讲的是普通话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讲一口流利的福州话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此外呢还有一个算是一个政策上的原因 就是学校不允许学生之间讲福州话 那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我们讲福州话的机会 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特别的少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没有办法像说母语一样去说我们自己的语言 实际上语文的学习或者说国语的学习 它培养的是一种运用中文的能力 并不是培养你说普通话的能力 福州话也是一种汉语 你用福州话来学习说中文 或者说使用汉语也是可以的 同样的普通话或者说北方话 它也只是汉语里面的其中一种 它并不代表是语言学习的唯一手段 像是福州话也好 上海话也好 闽南话 粤语都好 都可以是学习语文的其中一种工具 或者说是交流的媒介 那福州话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 已经渐渐在往一个消亡的方向走 但是很可贵的是现在民间也有很多人在保护福州话 并且通过很多像是编撰字典 还有一些活动来让大家更多的认识到福州话的重要性 而且在台湾的马祖 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编撰好一本国小的福州语的教材 并且在福州的部分小学也有进行使用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现象 那在我这一代的人里面 我们说福州话的比例是非常少的 像我和我的同学说福州话 也只是在同样是福州人并且会说福州话的圈子里面 偶尔的讲一讲福州话 通常我们进行跟深层次的交流的时候 往往还是会转变为 自动的转变为普通话 似乎福州话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一个进行跟深层次交流的工具 这其实主要还是源于我们的 一 词汇量不够 二 就是没有这种习惯 因为太多的语言 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个生活的用语上面 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福州话跟其他汉语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每一种汉语 中国的每一种汉语之间都有区别 但是福州话它有一种独特的区别 它和其他汉语都不一样 它有一些特征呢 不管是北方话 普通话也好 还是无语片的上海话也好 还是粤语片 还是客家话 还是同属名语系的里南话和普鲜话等等 都不具有的一个特征 福州话有这些特征 我希望能通过介绍这些特征 来让大家更深刻的了解一下福州话 那也可以让不了解福州话 甚至不知道福州话的人 知道福州话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那接下来我就想谈一谈福州话的这些特征 那这些特征里面呢 福州话首先它有一个文白易读 文白易读这个东西实际上在中国的其他语言里面也是有的 像是上海话 闽南话 还有普鲜话 它们其实也有文白易读 但是福州话的文白易读特别的普遍的存在 文白易读实际上是一个存在于 算是一个历史的隔阂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现象 它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的语言里面 在春秋藏国的时候一直到晋朝末年 中国处在一个上古时代的时候 大家说的是上古汉语 上古汉语不同的地方说的语言其实也不一样 那上古汉语它的这个音隙里面呢 它当时存在于中国的各个地方 那大家都知道五胡乱华 那在那个年代有很多晋人从中原一带 南迁到了福建去避难 他们带来了上古汉语的语言 也就让当时早就已经被汉朝所灭的 明月国的明月族更加的弱势了 那这个时候算是汉人第一次真正的进入到福建 真正大批量的进入到福建 这算是福建的第一波移民潮 那当时这个语言上古汉语 也就形成了福州化的一个 它的一个主体 它的一个起初的部分 也就是它所保留的上古音系 也就是今天福州化的一个白读音 那还有一个叫文读音 也就是文白译读的另外一个音呢 它是来源于中古汉语 大家知道在晋朝灭亡之后 由于五胡乱华 很多外族进入中国 以湖春华 但是同时也丰富了华夏文化的一个语言 所以很多原本在上古汉语里面 不存在的读音 它就进入到了中古汉语里面 那晋朝之后 一直到宋朝末年 都属于中古汉语的时期 在唐朝末年的五代十国的那个时候 有第二批的中原移民朝来到福建 那那一批的移民朝 它当时已经是讲中古汉语了 他们来到当时的福州这一带的时候 会合上了前一批来到福州的那一批汉语 他们先到的讲的是上古汉语 后到的唐末的这些中原移民 他们讲的是中古汉语 那中古汉语当时因为他们在中原 他比较强势 所以就导致了他们融合之后 很多读书以及诗词戏曲 用的是中古汉语的中原的那些移民 所用的中古汉语 那平常讲话的话 就依然用白读音的上古汉语 然后再经过一千多年的一个融合至今 其实在大几百年前 福州话就已经基本定型了 就形成了一个来自上古汉语的读音 和一个来自中古汉语的读音 融合在一起 但是它又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规律 而是以一种约定俗成的形式 融合在了这个语言里面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 像是福州话的常用字里面 大多数的字都是有分文白译读的 也就是说在普通话里面 我们一个字 它有一个单独的读音的情况下 那当然多音字的这种 并不处在这个案例里面 不属于这个范畴内 一个字 它在跟其他字组成词汇的时候 它的读音通常是不变的 但是在福州话里面 它不同的字之间组成读音的话 组成的时候 它的读音 它是会 有的时候念文读音 有的时候念白读音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像是那个楼房的楼 福州有个楼叫做正海楼 我们念顶海楼 这个时候楼是文读音 那是大多数情况下用的是白读音 是念楼 比如说古楼区是古楼区 九楼是古楼 就是楼和楼 一个文读 一个白读 但是并不代表说文读 它就一定是 在读书戏曲的时候使用 那也并不代表说白读 它也只是在讲话的时候使用 它们都已经约定俗成了 融合在一个特定的词汇里 在福州话里面 你就不能把已经约定俗成好的那些字 它是念文读音的 你去念白读音 它是念白读音的 你去念文读音 那不行 它已经约定俗成了 它已经大几百 甚至一千年前 当时的两批会合的上古居民和中古居民 就已经 大家的约定俗成 就已经融合成一个群体 融合成新的福州话之后 也就是我们至今的 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福州话 那像这类的例子 非常的多 比如说 还有像口 口的话 我们说出口就是念 除尻 是念尻 那还有一种 口的话是 KEL 前者是 尻是白读音 KEL是文读音 那文白读音的话 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例子 那这方面呢 福州话 它并不是独有的 因为 大家知道 闵南话其实也有 甚至像无语片的上海话 它其实也有 但是福州话 它就会显得特别的鲜明 特别的平凡 那在学习福州话的过程中 这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一些 因为你需要记 很多很多的文白译读 那下一个部分 我想讲一讲就是 音变与调变 那音变与调变是怎么回事呢 这可以算是福州话的一个 非常特殊的地方 首先我想讲一讲调变 调变的话 就像我们普通话有四个音 普通话的四个音 众所周知是 音频 阳频 赏声和去声 但实际上普通话 它只有三个调 因为平调它是分了阴阳 然后是赏声和去声 那福州话呢 有八个声调 八个声调 还只是对单字的声调 那这八个声调的话 分别是 阴入 阳入 阴去 阳去 左赏声 清赏声 阴频 阳频 那在实际的组成 词汇和句子的组成过程当中呢 那 去声 还会分成 半音去 和半阳去 那也就是说 在实际的运用中 福州话会产生 总共十个声调 那这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那这个声调呢 它本身就比较多 那它在多的情况下 它还不是固定的 怎么理解呢 就好像说 我现在讲普通话 我说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 当我把句子 也连成句子之后 我说的这个字 在字典上的 这个读音 这个声调 它翻到词里面 还是这么念 它翻到句子里面 还是这么念 当然 多音字的这个 情话 排除开外 但是在福州话里面 一个字 它肯定是有一个 固定的读音 也有一个固定的声调 然后呢 它只是分成了 之前上一个部分 讲的文白译读 那在此 基础之上呢 它和其他字 组成词的时候 它会发生 调便 调便 就会通常是根据 最后一个字 以及第一个字 以及它们互相之间 的一种不同的变化 所产生的 这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规律 那像是在1965年 陈立欧和罗杰瑞 共同出版的 《名语入门》 以及1994年 李陆木版的福州方言词典里面 就有对福州话的调便 以及声便 进行非常详细的组结 那实际上对于福州本土的居民来说 对于母语使用者来说 他不需要去了解 这个调便 以及声便的规律 因为非常的复杂 有非常多的规律 它像是一个方程式一样 你感觉像是在学数学 不像在学语言 但是对于这些本地居民来说 他可以很随心自如地 在说话的过程中 对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 每一句话 进行正确的音变和调便 但他实际上 他并不了解这个规律 这也是为什么福州话 很难学的原因 基本上很少有外省人 能够学得会福州话 因为福州话的这个官式 声变调便 就已经让他们 没有办法继续学下去 但是对于本土人来说 他不知道这个规律 他也能说得来 似乎这就成了一个 母语使用者专属的特权 那民间也在不断地 完善这套规律 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福州话 对他进行下一代的教育 以及更好的一个传播 那声变的话 就会说是福州话的一个 独有的特点了 像是在其他的 中国的汉语里面 虽然有少部分的存在 但是非常非常的少 像是普通话只有短短一个案例 那是在福州话里面的话呢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存在 也就是说你每讲一句话 每说一个词 都会产生这种情况 那还有一个就是声变 或者说叫音变 也就是读音的变化 中文的读音的话 分成生母和育母 生母的话 一个字 在普通话里面 它的生母 是在组成词的过程中 不会变的 育母也不会变的 但是在福州话里面 非常的特例 福州话里面 它这个字和其他字 组成一个词的时候 它的生母有可能发生变化 它的育母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更常见的是生母发生变化 育母发生变化的情况会少一些 那我先举个育母发生变化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福州的福 它单字是念ho 但是它读成福州的时候 你不能念ho jiu 它是念hu jiu ho就变成了u 这就是育母发生了变化 还有比如说福州话的d 地板的d是念dei 单字念dei 但是你说地上的时候 它是说d d 它不念dei 它念d 这也是一个育母的变化 那生母的变化的话 就更好举例了 你几乎每说一句话 都会有生母的变化 每个词都会有生母的变化 比如说福州的那个地名叫东街口 东街口三个字的 每个字单独的读音 是 dun g kau 但是你连读要念成 dunyeo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发现 它的育母发生了变化 它的生母发生了变化 它的育母也发生了变化 它的声调也发生了变化 它并不是固定的 它在不断的变化 那 生变和调变的话 就是福州化一个 非常特有的一个现象 那接下来我想说一说 福州化里面 特有的一些字和一些词 那这个在中国的 语言里面是很常见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地方的 这个语言 他都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表达的一些方式 他不一定跟普遍使用的文言 或者说普通话是一样的 像比如说 在普通话或者说文言里面 我们通常是说孔庙 但是福州化并不用孔庙这个词 而是说 signign 那三个汉字就是圣人殿 福州化叫 signign 那文言说的 私俗 福州化叫做 ignign 就是人家哉 那福州化一直沿用至今说 去上学 就是说 koe koe 就是去人家哉 简称叫去哉 就是koe koe就是福州化去上学的意思 那还比如说 纷争 纷争福州化念 宰幽 宰幽的那个汉字就是止冤 福州化念宰幽 这是古人的一种说法 福州化沿用至今 那还有比如说厨房 福州化叫 造泪 造泪什么意思 就是造钱 如造的造 前面的钱 造钱就叫厨房 造泪 这些就是福州化的一些 常用的一些字 那还有一些 像是福州化的一些 特有的一些动词 比较常用的 比如说 ign 是安置 泛置的意思 那 ign这个字呢 就是婴儿的婴加个管字头 那还有比如说 呃 捏 捏 就是张花儿草的 张 捏 福州化意思是拿的意思 那还有比如说 呃 扁 扁偏僻的僻 当人旁改成竹字旁 就是念扁 那个字呢 是福州化跑的意思 而福州化的跑 还有一种说法 叫做招 招其实是那个走字 在普通话里面呢 说成了是 呃 是走 其实才是正常的步数 但是 在福州化里面 招其实是跑的意思 而在福州化里面的走 其实是 gian gian这个字 汉字是行字 行走的行 那说到gian这个字呢 呃 福州化它有五个读音 就是我以上所提到的 文白读音 它还同时还是多音字 那它为什么有个读音呢 我首先比如说 他先 gian是我们常用的代读音 就是走的意思 gian 就是走路 那 它还有一个文读音 叫做hang 比如说hang in door 就是行人道 这个时候就是文读音 它还有一个读音叫做 呃 hong 比如说 noyong noyong 内行外行 它这时候念hang 它音变之后变成了ng 那还有一个读音 它本身就是念ng 比如说 daong nong 那这里就四个读音了 那还有一个读音呢 它是念hang 比如说 pinghang 品行 那 那 这就是佛舟话的一些 它的字 使用的方式和普通话 或者说文言都不太一样 而它里面有一些常用的一些字呢 甚至在中古以及近古的一些文言里面 都已经很少见到了 它更多的是存在于上古汉语的文言里面 那下面我还想说一说佛舟话里面 特有的一些和音和分音的现象 和音和分音实际上在中国的各个汉语里面都有 像是佛舟话的话也会有存在一些 和音是什么样呢 就是说 你首先要知道 汉字它本身是一个当音节的一种文字 它每个字是个独立的音节 但是和音的话 它就是把不同的音节合并到了一起 那像是有可能两个字就合并成了 听起来像一个字的读音 比如说佛舟话说两欧 两欧其实听起来是两个字 其实它是三个字 它是逆阳沟 三个字连读之后变成两欧 那还有什么是分音呢 分音就比如说 普通话也有一个词叫呼伦吞子 呼伦那个字其实就是是个分音字 像是佛舟话也有 古龙这种说法 比如说古龙爷 整支 或者说古龙节嫩 整个人 古龙其实也是一个分音 它的来源和呼伦是一样的 那还有比如说 嘎嘞 嘎嘞其实是那个摔脚的脚子 佛舟话念高 它分音成了嘎嘞 指的是翻滚打滚的意思 或者是掉下去的意思 那还有比如说佛舟话说 嘎嘞 上面 那嘎嘞嘞这个字呢 它其实就是旋字 旋它单字音诗念 是指高的意思 但是嘎嘞 它分音之后又是指另外一个意思 指的是上面 这就是一个分音的现象 那还有佛舟话 有很多和普通话 它的读音有一些比较大的差异 那我说一说它生母的差异 生母的差异 它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里面 都已经产生很大的差异 像是上古汉语 它是没有 F就是F这个读音的 但是在佛舟话里面 就是这种现象 而在中古汉语里面 它就开始产生了F这个音 这个就比较可能是五湖乱华之后 外族带进来的一种新的读音 像是我举个例子 福州的福我们念ho 吃饭的饭是念伯问 当然那个字是另外一个写法 跟普通话的那个饭不同 它是个十字盘加个辫子 一个点一个下 它是念伯问 那 浮与水面的浮 浮州话是念 扑 那 前面所提到的这三个字 它的生母在浮州话里面 分别我标记为 HBP 但是到了普通话里面 它全都变成F了 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在上古汉语里面 原本完全是三个生母 喝 波 波 三个生母 不同的字 到了 进古汉语 却完全变成一个生母呢 那还有就是 进古汉语的一个恶化音的现象 恶化是怎么一回事呢 像是 那英语来说的话 就是structure和procedure 这两个单词 它末尾的t和d 实际上原本是让它们念成 structure和procedure 但是之后产生了一个恶化的现象 它就念成了structure和procedure 普通话也是 像是 比如说 普通话所说的哭泣的气 浮州话念t 是t的音t 而气呢 它就变成恶化了 那还有比如说 知道的之 浮州话是念d 但是普通话里面念之 它也恶化了 比如说 耳东成的那个姓是成 它在浮州话里面念定 是个d的音 到普通话也恶化了 念成了成 这就是一个进古汉语 一个很严重的恶化现象 那以上呢就是我所讲的关于浮州话的这些特征 浮州话在一个上古汉人进入到福建之后 经过了那么久 1700多年的一个保存 它更像是一个生存在福建的一个语言胶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福建没有像北方以及其他的一些中原地区那么广袤的平原 可以让入侵者很能力的进入 所以在这1700多年间 从上古的末期到现代的这个时间里面 外来的民族很难对当地的语言造成影响 往往外来的民族很容易就被当地所同化掉了 所以无论是中古汉语 还是进古汉语 它都很难对浮州话产生很严重的影响 虽然说中古汉语它的读音已经成为了浮州话的一个文读音 并且约定俗成的融合在了浮州话里面 但是进古汉语也就是现代的北方话 它完全没有影响到浮州话 但是现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浮州话 浮州这个地方年轻人经常讲的普通话 它未来有没有可能像当年的中古汉语一样 融合到浮州话里面呢 还是说浮州话完全就已经被普通话所淹没掉了呢 这两种都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 那浮州它的这个语言 它深藏在这个山河当中的这个平原上 以及山河里面 大家知道浮州是个平原 然后有名江乌龙江 是很广袤的平原 但是周围被群山所环绕 群山的交线它也是讲浮州话 只是口音略有不同 算是本地的差异 福州很难它再往内陆去推广它的语言 它不像北方很多平原 那同时别人影响不到我们 我们也影响不到别人 但是我们却从海上去通过移民的方式 将我们的语言带到了世界各地 像是在马来西亚的石兆园爱大华 还有都马的诗屋等等地方都有非常多的福州人 他们将福州话带到了马来西亚 当然那个地方的福州话主要来源是古田和明清人 所以他们的福州话略大有口音 或者说他们的福州话是他们的口音 跟福州古楼城 古楼区 也就是老福州城墙内的和南台的 这一带的福州话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基本上是可以互通 算是我们内部的一种差异 福州十亿的内部基本上是可以互通的 那除此之外呢 福州话还存在于台湾的马祖列岛 以及在六十年代至今福州有连江以及长热的海边 有大量的移民进入到美国 并且主要聚集在纽约的曼哈顿华步为主的一片区域 并且近些年已经慢慢的转移到了皇后区的法拉圣 以及更多的转移到了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一带的八大岛 那一带八道道的福州华人已经比华步 也就是曼哈顿的华步的福州华人还要多了 但是曼哈顿的华步它就本身就是以福州人为主 你走在那个地方 走在曼哈顿的华步的东白老会大道上 从林泽徐雕像往曼哈顿大桥的那个方向那条路走过去 你会发现那一片全都是福州话 你连英语都听不到 甚至连普通话都不怎么听得到 因为那一片都是福州人 并且是以福州的长乐连江以及南岐一带的移民为主 那我们将我们的语言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并且在现有的这种福州所处在的这个政治体制下 我们不能够很好地使用以及保护我们语言的这种情况下 在海外却有更多的发展 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欣慰的事情 那对于未来我们应该更好地保护福州话 世界上有一千万的福州话使用人口 在福州大概有五百万 美国有一百多万 以及四百万分布在马来西亚台湾等世界各地 那虽然我们福州话一千万人的内部使用的口音不一定相同 但是我们的文字是相同的 我们同样使用汉字 同样使用福州话的书写习惯的书写方式的汉字 当然还有以前美国的传教士所创造的平化字 那套平化字方案 它没有考虑到连读音变 以及变调 它全都是单字的组成 也就是说 它用一种单字拼音的形式组成了一篇文章 但是你去念的时候 并不一定完全按照它的上面所标注的声音和调区别 因为福州话有音变和调变 但是那套文字也成了福州话的一个很好的一套方案 当然首先我们还是应该 福州话毕竟是一种汉语 那套方案的话算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以及研究的一种辅助工具 可以很有效地让我们了解到 当时清朝末年的时候的福州话的存在的一些读音 毕竟它有很详细的平化字记录 但是福州话的主体它还是汉语 它的每一个读音每一个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 它都是有文字的 所以我们应该 渐渐地意识到我们应该让福州话书写成文字 而不仅仅付诸于口头 因为文字才是保留一种文化的最主要的一种工具和手段 所以希望借助这个视频 让更多的福州人知道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语言 甚至是我们的汉文字 并且让我们的这种延续了很多上古汉语的各个国家的语言的这种 火化石能够继续的保留下去 现在已经是刻不隆缓的时刻 因为福州话正在慢慢的消亡 而我们这一代作为一个断层的一代 作为一个似乎要福州话走向灭亡的一个交接的一代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的祖辈一样 说一口有力的福州话 并且能够做得更好的话 让他们书写福州话 让我们的语言能够真正的流传下去 不要成为历史 谢谢大家